北漂第一步,先拔充电器 外边天还没亮 我们今天准备回北京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带的行李 昨天还有两大箱衣服都先寄回去了 那爸昨天死线相后的不放眼 咱还是送两件 收拾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东西实在有点多 现在在后车 来太早了 没啥人 给老爷摸一个 老爷不放心你 送你去北京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不要笑太大声 公公长河 现在上车了 不到三个小时就到咯 哈哈哈哈 小朋友 三个月前我自己带他坐高铁还挺老实的 现在不行了 根本装不住了 咋 啊 今天就见爸爸了 看来不行了睡着了 哎呀 咱们下车 咱来的呀 开车 堵车三个小时 啊你还没我们时间短啊 你看看你饭就行了啊 笑了 成功会合 现在放下行李 看看给大喵整了个座驾 哎呀 来喵喵上车 他现在正在用崇闷的眼神看着你 哈哈哈哈 坐上安全带 来 反向乘坐 哎呀 这么可行 走吧喵喵 哈哈 别乐了 大家看看猫哥啊 这老丈人丈母娘千里迢迢过了一趟 家门都不进 现在要去上班了 那能咋办 就起了半天假嘛 下午还得上班呢 能行不这公司没了你得散是吧 嗯 哎呀 走吧走吧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年肉百万呢 回去吧 哎呀 我又回来了 兄弟姐妹们 现在我要突击检查一下 看看猫哥住了三个月后 家里变成啥样了啊 这是客厅 这是他的工作室 哎呦 这保持的挺整洁呀 这是主屋 行 还知道叠被子呢 这是次屋 咱就是说这个床单肯定是昨天连夜换的 因为前天跟他视频的时候还不是这个呢 这我妈一来就洗上了 你不能先洗碗吧吧 先洗碗吧 你肯定得洗一集 都咋我这都没管你 哎呀 看见没有 这就开始玩上了啊 这都是他小时候玩过的球 哎呀 不不 你玩挺好呀 又是大名的游乐面积猛一小 这缩水一半呀 看我老母亲 你写活吗 妈妈哎呀 在家里头每个女的就是不行 到处都是一成灰 我们家客厅面积不大 每次一进门 最拥挤的都在这一坨 我得收拾一下去 给你安排个人物别签住 把娃娃的底点温烂都踩一边 看看我吧 从进这个家门的一刻起就没效果 悲痛的感觉是不是瞬间上来了 那个小子过来 你也干点猴巴 把你的地点擦一擦 过来 啊 不干啊 除不去 进进不来 地儿消啊 先简单点个外卖 快饿过劲的给我们 吃饭嘛 别闪着你老友喽 这孩子 从你进门就开始嘎嘎笑 咋的你对咱家很满意 是不是啊 吃饱喝足继续干活 你呢 继续玩呀 擦着擦着玩具 发现了一颗混里边的 这是三个月前的成年老橙子 肯定是你爸塞进来的知道不啊 我爸把这个围栏再加固一下 直线大苗爬那的时候就是老屌不温呢 哎呀感觉这一天过得好不真实呀 早上还在山东 这一眨眼他又来北京了 然后来一下午 我爸把饭做好喽 哎呀 你俩笑起来一毛一样 我这个老天 没褶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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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笑起来